0918地震造成花蓮南区非常多地方排水损坏严重 也造成了玉里镇193县沿路的麻如春日等稻田区地面隆起没有办法耕作 县政府以及多个相关单位积极争取经费 麻如排水第一阶段的灾后附建工程在4月10号开工了 第二期的排水工程设计也送到中央送审 虽然一切都在进行当中 不过农民因为这样子收入遭受影响 希望修复工程赶快一点点让他们可以赶快恢复耕作 望远过去原本一片绿油油的稻田 现在因为0918大地震后稻田区隆起根本无法施作 目前正在进行灾后附建的工作 县政府也多次会刊 麻如排水第一阶段的灾后附建工程也在4月10号开工 第二期的排水工程设计也到中央送审当中 大部分都是五甲六甲都在这里 你看这个收入不少 如果你这样算 如果一甲这样子来算 他们可能收入就也有一起多 可能也有六万七万这样子 如果你做三甲地起码有二十几万的收入 所以他们现在一直在外面做 可是他们也是觉得很累 0918地震造成花莲南区非常多区域排水 损坏严重无法耕作 虽然一切都在进行当中 但是稻农们也因为这样收入受到影响 希望修复工程进度加快 好让农民能够恢复工作 希望能够进度快一点 因为农民真的 这一期没有做下一期一定要做 因为这一期如果你不做稻子比较不好 下一期做起来的话稻子比较好 可是它分有两期工作 这两期工作第一期工作做到一半 但是我们希望后面如果第二期慢的话 用水管直接接到田里这样子 所以希望这一次的工程 迅速把该有的田给它录平 华联县政府积极推动0918 震灾公共设施附建的工程 徐政卫在月初时也南下会刊 玉里镇 马乳以及春日排水工程 指示相关单位强化清淤输菌功能 并且确保完工之后农民灌溉用水无余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